沙字的国语注音是沙,自生沙,诗阿沙,自生沙。 沙本是隐的意思,如无隐之隐贪泉诗中有,古人云此水,一沙怀千金。 这里的一沙就是义饮,沙就是沙血。 古代两国定盟,参与盟士者要先祭天,再由主盟者搁牛耳骑血,乘于盘内,按官位大脚,以此把牛血涂在嘴边,以示信守不渝。 沙血并非陷于国与国间,更可以扩大到各阶层,如天子用牛马血,诸侯用诸狗血,代夫以下则用鸡血。 这些表示信守仪式结成为沙血为盟。 沙血有人不注意会念成或写成这样的叉血,这是不正确的,因为沙和叉,虽然在字形上有些相似,但在字意、字音上却是不相同的。 叉字的国语诸诸音是吃阿叉,一生叉。 叉就是这样写的叉字,都是指挖泥土的工具而言,如汉书王莽传有,富龙贺叉,又如国策也有利则杖叉,都是指这种挖土的工具。 叉或这个叉字,在民间较为流行的称呼,使敲,如铁敲,圆敲等。 叉又当加入、安置、种植或次进去讲,如叉图、叉秧等。 最后要说明的是,煞与叉的偏旁是由干和旧合成的。 这个叉字,叉字的中间是干,指的是充米的杵。 旧则是装谷物的石器。 将杵把旧里的谷倒去皮,就叫做叉。 但有人不注意,把叉字上面的干写成签字,或把干字的中笔穿透了旧,就是不合造字的本意。 所以在书写的时候,应该特别注意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,就为您介绍到这一节。